你讲吧 我就犯心脏病 犯心脏病做手术以后 这个胸口这里 你就讲你几几年 数什么的就可以了 我帮你看哈 我是1949年 数牛的 1949年数牛的 那 那妈妈我帮你从上面讲下来 第一 你的头有偏头痛 经常头会痛的 眼睛很干 喉咙不舒服 对不对了 对了 还有 你的心脏主要是血压问题 心脏啊 不舒服 胸闷气急 早上起来 手还会有点发抖 对不对啊 我不是华门 我说是心脏 斑膜 下折 我看到了 你要记住了 妈妈 你的右手边呢 手已经有点发麻了 血脉不合 你明白吗 还有腰不好 还有腰不好 腰不好 对了 还有关节不好 我讲对不对了 关节还好 妈妈你要记住 你的右关节不好 右面啊 这个关节啊 你要特别当心了 台长帮你看到都是未来的东西 你自己不当心 你等到哪一天出事了 你就知道 哦 台长讲过我的 明白了吗 还有你的脾气很倔 还有我讲你一点吗 你持事求是的承认 我会帮你解脱 什么 你曾经调过孩子 对 我告诉你 老妈妈 你记住了 你睡眠一直不好的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你一定要当心 脾气太倔 然后呢 要想得通 其他呢 我觉得你呢 主要问题呢 你应该 最好能够吃半素 半素就是 不要吃活的东西了 好吗 还有呢 你慢慢的摔老的最快的地方 是你一个肺 和心脏 所以你的气会慢慢的越来越喘不过来 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 我刚刚说你喉咙发炎 你没听到啊 你看话都讲不出 嗯嗯嗯嗯 你看见了吗 老妈妈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你的脾气像男人一样的 人家惹急的你要打人的 嗯 嗯 嗯 讲得太对了 吓得了都不敢讲话了 哈哈 老妈妈你要念小房子 也好 好吧 你好 那个身上那个小灵性呢 可以念二十七张小房子 二十七张小房子 哎 然后呢自己呢 还要多念点心经 让自己想开一点 老妈妈你这个人对人家很好 但是人家都不会对你好的 嗯 讲了想一点对不对啊 对 嗯 因为你是来还债的 明白了吗 对 而且你对爸爸妈妈也很孝顺 但是最后爸爸妈妈不喜欢你 对不对啊 对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这就是你的缘分 老妈妈明白吗 对 好好修啊 你听台长的话 多念解节奏 念心经 念心经 念摩扇 节节奏 节节奏 还有 还有念大悲咒 大悲咒 然后自己每天求观世音菩萨 帮我消除我心中的冤结 嗯 好吗 嗯 念小房子的 念好的话 念29个 小房子是吧 嗯 每天 那就是说小房子 你身上调的孩子要念29章 那个书在哪里拿的 什么 那个 那个 那个小房子 小房子待会到门口去拿 随便拿的 念小房子 他们帮你写下来了 好吧 我们这个义工帮你写下来了 好的 谢谢你 这个义工帮你写 你也会得到一点加持的 谢谢台长 谢谢 是啊 哈哈哈 优优独 airplane 就是